華主任清清楚楚地指出 外國者治港是全面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必須遵從的根本原則 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恆穩致遠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一定要始終堅持外國者治港 雖然外國者治港並不是一些新的概念 但是近年香港發生的種種情況 令中央必須全面和清晰地重申 我的外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要義 議政事件這一點是非常之重要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離的部分 大家都很清楚 是享有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區 直核中央人民政府 在香港特區的憲制協罪和政治體制之下 對治港者有愛國的要求 要求他們堅定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 和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完全是理所當然天經地 要求管治者愛護自己的國家 是放出四海而皆準的道理 是非常掀錢的議民原則 對於一些掌握重要權力 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來說 他們一定要是堅定的愛國者 確保隆主任說到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是要完善相關制度 特別是要找緊完善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 確保香港管治權 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 撥亂反正正本清明 這方面的工作將會是相當關鍵 而且是相當之急遲 而政府必定是尊重中央 在政治體制完善方面的主導權 和中央保持忍耐的溝通 同時會作出全民的配合 接著來我想要講講這個財政預算案 我的看法 香港在過去一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社會事件 以至中美磨擦等的愛國因素影響 經濟是面對極大的衝擊的 今年的預算案 在這個前所未見 非常之艱距的經濟環境之下 是制定的 預算案提出一個措施 為市民和企業提供及時的支援 為疫情後經濟復甦打好基礎 因為增強我們香港競爭力 未予籌謀投資未亡 預算案採取的理財方針 是富有前堅勝利 亦都兼具是不少短期的 慰民書群措施 平衡了關鍵民生 和保持公共財政穩健 曾確認總裁 其中 達人的解除 為了洗腦西越人士 抵du一個財政的選項 乘選案建設立8分 順發擔保個人特惠派款計劃 由政府提供擔保 派款價格上限是8萬元 預算案亦都提出其他就業的支援措施 例如創造3萬個是有時限的職位 通過官員賽博分局 加推第四期的特別外增值地獲金 預算案最受大眾關注的措施 相信就是向每一位合資格的88歲 或者以上的香港 或者是居民 或者是新來港人士分期發抗 總額5千元的電子消費團員 鼓勵和帶動我們本地消費 為市場駐入洞裡 今美預算案在改善民生方面的接觸是不少的 例如建議月後十億元 資助超過3千層的合資格 由樓業主進行渠管的維修 或者是投資工程 改善環境衛生 此外又強調推動環保和減碳方面的工作 亦都會投資提升市民生活質素 強化醫療系統和促進關外共用 另一方面 特區政府俱行的社區液苗接種計劃 大家都知道 今個星期五 簡直會展開 控疫工作可以說是迷盡一債毫 前日我同行政長官和施局長 率先接種科興的新官液苗 我感覺是良好的 和打劉錦森是沒有分別的 不過這兩天我都是平常上班 完全沒有空間 我是鼓勵廣大市民接種疫苗 戶己戶人 我們希望儘早 能夠大家一齊毫力拆制這個疫情 令經濟活動可以逐步 舒服政策 經濟動力是重新的 我非常支持今年這個財政宣案 亦都深信立法會 亦都會儘早空脫培檢議案 讓各項造資得以儘快落實 令市民立組受惠 企業儘快復甦 就業市場亦都緩穩 重振我們的經濟 或者說很多英文 你平常做英文台的同學 第一,我聽說幾句話 enfo approximately important speech delivered among these by Mr. Xia Baingong Vic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Social Security Conference and Director of the Hong Kong McCulle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Director Xia clearly reiterated The Patriot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i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instrumenta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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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